我們今天雖然在看一般行政 但是我要跟您討論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有的幾個管理所 五大管理所的人力分佈 請問你們有沒有多久去review一次 所有的人力的分工是不是確實 是不是足夠應付他們的業務 針對這個問題 還是這是萬年的分工 一旦確定了就不會頂不當 沒有沒有 包括我們今天來討論過 整個處裡面的人力各管理所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結論 大概結論就是我們這個還是要從 我們的人力做一個調度 不過的部分因為我們整個這個 處長我要求你們全面檢視 提出一個調整調度的計畫方案 我手上會整的 我在這裡讓大家來看一下 陽明公園管理所 total142人 但是他要管理87座的公園 而當中自行管理有45座 委外42座 他才142人 我們看到青年公園管理所 他的人數將近百人 有96個 可是他自行維護的只要4座而已 另外13座是委外的 這樣有沒有勞役不均啊 我們看看圓山公園管理所132名 他必須管理自管21所 委外23所44座公園 Loading也不算輕 我們主管這個南港公園管理所 86名人力 自管39座公園 委外22座公園 其他的圓藝所 花卉試驗中心我就不提了 你們一定要去檢視這樣子的分工 如果你們在現有的人力的困難之下 你們要做合理的配置 我真的非常的替我們 管理我們市林北投的陽明 陽明所我真的是報區啊 他要管理87座公園 面積最大 服務員最廣 尤其他自行管理的就42座 45座 委外42座 難怪我們陽明山這麼大 我們北投公園今年百周年 結果一堆設施還是等著 等著你們來修善 我們在地的議員就像我 根本像你們的監工 我認為 源頭出了問題 結構出了問題 我們的人力分配有很大的勞逸不拘 所以你們提出你們未來 您剛剛講早上也開會了 如何針對這樣子的一個人力 做合理的調度跟調配 必要的話 我們再看什麼樣的彈性的機制 好不好 或者是讓陽明所在多幾所委外 我需要您提供這樣子的 然後你兩個月內 把這樣子的資料送給本席 還有我們關心的議員 我具體針對九十一頁 第二幕九十一頁 最下面有陽明所 青年所 元山所 南港所 跟園藝所 鎖匣公園的維護外包 我先站割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預算編列的原則是什麼 我在這裡再複數一次 陽明所它尾外有四十二座 青年所尾外十三座 元山所尾外二十三座 南港所尾外是二十二座 它其實是有一些數字上的落差 管轄面積上的落差 但是我看到你們送上來的 維護外包的預算 其實並沒有反應在 不管是管理面積 或者是委外的公園數量 我真的不曉得你們預算怎麼編的 您說明一下 整個來講 我們整個委外 現在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一 是平均是這樣沒有錯 平均是這樣 但是也是看整個公園 有一部分是重疊的 有些是譬如樹木的修 灌木的修剪 我們自己做清潔維護的部分 是你有部分業務委外 但是我已經剛剛念出來了 譬如說陽明所 它光委外的就是四十二座 它才分配到兩千一百萬的經費 但是像青年所它委外只有十三座 它也分配到將近一千八百萬的預算 他們相差了二十幾座公園的 委外維護的數量 但是它的預算只差四百萬 難怪陽明所很多的公園 它管不好啊 很多的修繕 很多的品質 是非常的差的 尤其在我們士林北投 都有不同的天候的狀況 陽明山潮濕多雨 北投公園那邊還有硫磺器 非常多的設施設備 常常是雨漏的 結果呢 我回到我前面講的 人力的分配是不均 包括人力包括預算 你都應該跟局長 好 張局長有在聽 做一個全面的review跟檢視 找出方法 沒錢做沒錢的事 有錢做有錢的事 沒人做沒人的事 有人的多派一點給沒人的區域 我想這才是一個合理公平的 我想處長做這個 我站個這幾筆預算 好 然後請提出你們的分配的一個基準 還有未來的解